那些遗老卖老的明星,从黄磊,明镜到韩雪,收起你们的优越感吧。 在娱乐圈里,前辈的性格多种多样,有些前辈艺术家爱护晚辈,谦虚友好,跟年轻人打成一片。 比如何炅,但也有部分老艺术家,或许是觉得自己出道时间长,就有些遗老卖老,明里暗里展现自己的优越感。 一、韩雪。 韩雪的爷爷,几乎快成为韩雪的口头禅了。 大家都知道,韩雪有红色背景,爷爷的身影不简单。 韩雪一边在采访里表示,怎么大家都知道我爷爷了? 实际上,韩雪在许多采访中,三句话不离爷爷。 不过,韩雪的背景确实硬,一般情况下,圈内明星也不会去惹他。 可偏偏韩雪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遇到了周扬青,周扬青的背景才是真正的神秘。 当年他一篇小作文捶死了罗志祥,罗志祥一句狡辩的话都不敢有。 如果说韩雪是红色中产,那周扬青家大概率就是红色富豪了。 因此,周扬青会在浪姐中直接对韩雪说,不要以老卖老了。 起因是六个姐姐在聊天,韩雪说,我比你们都大一些,好多事该活明白的。 周扬青立马打断他,你没大多少,不要在这边以老卖老好不好。 网友辣平,果然都有爷爷才敢这么说。 在小组训练时,韩雪以前辈的口吻教导周扬青说,咱俩唱跳要努力,不能拖后腿。 还说,演戏也是这样的。 要有好的对手,结果被和杰贴脸开大,你说这话需不需,我看你嘴角都在颤动。 其实,韩雪最大的问题不是以老卖老,而是他肚子里只有半桶水,依旧要以老卖老。 他总说自己是演员,实际上,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出现。 观众只记得,他在各种表演综艺上,教人表演,但是在无限超越班里。 韩雪的演技甚至不如后背郑和惠子,韩雪又自称是歌手,但是由他主演的音乐剧《白夜行》,却出现了演出现场放录音的事件。 这种行为,放在整个舞台剧行业,都是非常炸裂的。 韩雪还在综艺里当过导演,可是在他的镜头下,外卖小哥都能在上海驻大平层。 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没有生活常识和经验的人,从小生活优渥的他。 怎么会知道人间疾苦呢? 韩雪还在当节里跟外国小姐姐哭诉,说他看到了网上的评价。 网友都说他太高冷了,不好接近。 网友表示,从没说过你高冷,只说你太爱装了。 黄晓明有句话说得好,做明星的时间久了,就只能听到好话。 所以韩雪究竟要何时才能看到观众真正的评价? 2.黄磊 自从向往的生活完结后,黄磊已经有挺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了,但网友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。 最近,网友将黄磊与沈腾、郭麒麟等人在向往里的相处细节。 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,网友发现,看似平静正常的交谈,实则暗流涌动。 很多话语中,都藏着黄磊的居高临下与不可一世,比如向往在海南的那一季,沈腾前来做客。 他跟黄磊的初次见面就暗流涌动,沈腾明显跟何炯关系更好更亲近。 而作为大前辈的黄磊,显然不满自己被冷落,于是开始他的言语暗示,首先是沈腾在烤肉。 何炯,玛丽都夸沈腾烤得好,但黄磊偏偏要前来挑刺,结果沈腾也不惯着,有啥就说啥。 直接对了回去,到了吃饭的环节,玛丽还没落座,何炯和沈腾都说要等他。 但是黄磊则以大家长的姿态张罗大家开吃,在吃烤肉的时候,黄磊又说,沈腾烤的肉应该再浇一点会更香。 沈腾直接回对,可能不是齐齐哈尔的叹,巧妙地把黄磊对自己的责怪转移到了蘑菇屋的提供的工具不够好。 最后,沈腾实在忍不住了,评价黄磊时说道,黄老师样样通,样样松,沈腾这话还真没说错。 黄磊原来是北电的表演老师,他自己也演过很多戏,可是演了这么多年,黄磊愣是没有获得过一个像样的演技奖项,如果黄磊真的那么厉害,评委怎么就看不到呢? 观众的眼睛也是血亮的,大家早就发现,黄磊演啥都是一个套路,演啥都像他自己,黄磊跟郭麒麟的相处,也被认为相当经典。 黄磊看到,郭麒麟就说自己比他爸爸过得刚还大,又开始论辈分,郭麒麟也懂事,主动叫大爷,其实大爷在相声界是尊称,但黄磊觉得郭麒麟把自己叫老了。 郭麒麟看黄磊脸色不对,又开始找步,说自己叫错了,平时叫习惯了。 幸好郭麒麟情商高啊,黄磊还有些输不起,看过几条的观众就知道,他总是被赞最强大脑,但是在他输了,遭受挫败的时候,他的脸总是拉得特别长,人过半百,黄磊的路人员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,最近又传出孙丽小富威龙,疑似怀似胎,本来黄磊让妻子高龄追生儿子这事,已经被大众吐槽了,如果孙丽还生,不敢想象,夫妻俩的口碑会糟糕成什么样子? 三,宁静,之前在《花儿语少年2》里,因为全员封批,所以显得宁静没那么突出,除了不配合以外,大家的目光都完全被其他队员吸引了。 但是在这一季全员正常人的《花儿语少年好友记》里,宁静就显得那么突出,法国站宁静和李斯丹妮被选为了导游,但是全程就像李斯丹妮一个人在做事情,而宁静呢,他就只知道护肤化妆,躺平听汇报,当时弹幕上一直出现两个字就是,窒息。 当李斯丹妮和陈一涵去采点订饭店的时候,宁静在干什么呢?他在敷面膜。 当李斯丹妮和陈一涵在跟景点确定时间和行程安排的时候,宁静在化妆。 当李斯丹妮和他讲述行程怎么安排的时候,他还一脸傲娇地反问,你是在安排还是在汇报? 求生欲满满的李斯丹妮立刻接话,汇报汇报,这里不都是来旅游和工作的吗? 怎么宁静就当起了领导呢?而且,这次的导游就是宁静,李斯丹妮在名义上是协助他的。 但是全程就李斯丹妮在安排陈一涵助攻,之后也只有陈一涵敢站出来点出宁静的问题。 这不就是在工作中会遇到的前辈以老卖老压榨新人的套路吗? 之后宁静的操作更让人窒息,一行人起爬山,宁静自己一心想攻顶。 但是其他成员不知道他的想法还沉浸在购物中,他就全程黑脸也不懂主动去沟通。 最后还是派李斯丹妮去说,这领导的架子他倒是拿捏得死死的。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这个是直爽呢? 4.汪涵 汪涵是娱乐圈爹位代表人物。 他曾经有很多言论和行为都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争议。 2019年王一博爆红,粉丝在录制现场对着王一博大叫,妈妈爱你。 汪涵听到后训斥粉丝,说你们才多大就自称妈妈,害不害臊啊。 汪涵的这番话也被认为跌位很浓郁,不懂年轻人的追星文化就擅自批评,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,真的很不合适。 汪涵还在真人秀节目里说,自己不要带透明的雨伞,很娘,如果要打透明雨伞,那自己宁愿淋雨,一把伞而已。 汪涵却谈到了娘,可见她内心的偏见有多么重,今年的三八妇女节。 汪涵又在节目里,祝所有的女性美貌如花,有人赚钱养家,在女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下。 汪涵的这番发言,无疑又是把女性放到了一个弱势的下位,很符合一些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。 汪涵也因此又遭到网友吐槽。 汪涵在大众面前,一直塑造的是有文化,有内涵的形象。 她也很喜欢吊书带,但是在有一次文化访谈中,她被艺术大师陈丹青暗讽了一回。 当时,汪涵作为主持人,一直在引经据点,还说文化人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责任,说读书人是个很沉重的职业。 之后,陈丹青直接回对汪涵,你说那个沉重,在古代的下一句就是做官。 陈丹青还补充说,很讨厌现在的学者官员一词。 你做学问就做问学,做官就做官,少来跟我谈什么艺术啊,书啊,可偏偏。 汪涵就是业余学者官员,他不仅是文艺工作者,他还在某些协会中担任会长。 陈丹青如此不留情面地吐槽,惹得汪涵也只能在一旁尬笑。 以前,大家觉得汪涵和何炯两人旗鼓相当,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成长起来后,发现何炯在与时俱进,与观众同频。 而汪涵似乎还陷在顽固的旧思想里,好像多读了几本书,就可以好为人师,满口说教。 现在的社会真的变了,道理大家都懂,真的不想看个娱乐节目,还被高高在上的主持人教育一番啊。 5.张绍刚,要论 爹位,张绍刚比之汪涵,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,早年间。 张绍刚就是靠在节目非你莫属,刁难嘉宾而出圈。 他在舞台上,质疑前来求职嘉宾的学历,语气咄咄逼人,让求职者非常难堪。 事后证明,求职者的学历是真的。 但是张绍刚也没有跟求职者道歉,张绍刚在节目中采访一位海龟女生,不停地找茬,责怪女生学中文不学英文,企图制造对立,还不断对她的工作经历进行质疑。 言辞非常过分,幸好女生聪明,一一进行反击,这不禁让人疑惑。 这个求职者不是节目组找来的吗? 节目组难道不会核心求职者信息的真实性吗? 张绍刚的这些做法和言行,就是为了博眼球吗? 近些年,张绍刚的爹位表演也毫无收敛。 当初在我家那闺女的节目上,金沙爸爸说女儿随母姓,张绍刚说这很尴尬。 但是金沙爸爸表示,这没什么,自己家很开明的,金晨跟张继科约会,大口吃饭。 张绍刚说他应该住一点形象,但是金晨爸爸表示,女儿在家里也这么吃饭。 张绍刚是高校老师,可能一直在学校说教惯了,导致他参加节目,也带着浓浓的说教意味。 只要别人跟他有不同的观点,或者别人的言行不符合他的标准和想象,他就开始批判了。 但是近几年,明星也知道,张绍刚这人情商低,只要他说话有问题,大家都不惯着他了。 周深和毛不易对过他,大作家刘振云也对过他,看张绍刚吃瘪的样子,观众真的觉得很痛快,如今观众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,看电视,看节目,是想去找乐子,不是想看明星高高在上,进行说教的。